兩岸之間是一個垂直整合的關係 台灣生產原物料到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生產最終產品賣到全世界去 大陸對我們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 那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為什麼我們對大陸出口比重會這麼高 你看從1979年大陸只占我們1.2 很快的1995年就升到了23% 然後到了2005年又升到39% 然後一直維持到39% 那規模這麼大 那它需要的原物料從哪裡來 就從台灣賣過去 所以你看很快的拉上來 這個我再講一遍 這個純粹都是經濟因素 跟政治沒有任何關係 政府沒有刻意說 我要來鼓勵兩岸經貿 從來沒有 就是因為我自由開放 然後讓你們自由去 就馬上變成這樣 一直到現在 我們的電子五哥 我們的notebook在全世界 大概95%以上都是這五家在做的 兩岸之間是有一個高度的生產的關聯 那這個對於現在中美貿易戰 其實對台灣產生很大的影響 那大陸現在一年的出口大概兩兆 多一點點的美元 那如果台商出口2000億的話 就是10%的出口 是台商的貢獻 3000億的話就是15%的出口 所以現在美洲貿易戰爭打得很激烈 對不對 下次習主席碰到川普的時候 跟他講說中間15%是台灣的 你應該去找台灣算這個帳 不要跟大陸算這個帳 整個全球的GDP跟貿易 都在快速的萎縮 那台灣的貿易同樣受到萎縮 我們對美國的出口 大概成長了20% 就今年的上半年 我們對美國出口是大幅成長的 也就是因為美國 不跟大陸買了 就跑來跟台灣買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對大陸的出口是快速的下降 今年上半年大概跌了8% 對美國成長20% 對大陸出口跌8% 可是美國佔台灣出口的11% 大陸佔台灣出口是40% 所以40%跌8% 超過那個11%漲20% 兩個加在一起 最後台灣出口變成負成長 但是不管怎麼講 台灣在這個美中貿易戰爭裡面 其實受到很大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其實還是要 要非常的謹慎